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大家好 我是占星式苏菲亚 欢迎收看我们改造运势生活提案 在开始之前呢 要提醒大家 别忘了帮我们按一下订阅小铃铛 这样每个月你就可以准时看到我了 这个月啊 因为受到7日火星进入金油座 以及20日太阳进入水瓶座的影响 这个族群呢 会感觉到有不断的压力跟挑战 纷纷袭来哦 所以身心也会变得比较容易焦虑 或者比较激动哦 那在整个开运上面 我们一定要以稳定心情为优先 影响上面 这个固定星座族群 包括了金油座 狮子座 天蝎座 以及水瓶座朋友 我会建议啊 要补充维生命B群 C 钙质 同时要量好的睡眠 另外多喝水 已经不要暴饮暴食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讲了那么多 我们来看看个别的行作哦 金油座的朋友呢 在穿搭上 就很适合把重点放在臀腿的地方 例如那一个比较长版的大衣 那么在心情上 如果你非常紧张 需要转换心情 我会建议金油座朋友呢 不妨可以来一个 比较轻松的长途旅行 搭乘火车或者是高铁 是很棒的选择 而市座朋友 不管你有没有出远门啊 记得哦 高空景观餐厅或者是会议室啊 对你来讲都有加分的效果 市座朋友呢 非常适合把重点放在腰部 例如呢 我们可以选择 橘色啦 黄色啦 金色的腰带 来做一个整体身材比例的调整 而天蝎座朋友 心情闷的时候呢 不妨到市场摆货哦 看着人潮 有人气的地方来转换心情 天蝎座朋友 你的开运重点在手部哦 可以选择绿色系的 手环啦 戒指啦 甚至美甲都可以做开运的一个选择 而水瓶座朋友呢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有充足的光线 以及流动的这个空气啊 对你来讲是有最好的开运效果 记得风向星座啊 就是非常需要有 非常好的空气品质哦 而水瓶座朋友 你的重点啊 就在脚部 比方说鞋子 靴子等等等 当然蓝色 紫色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再来看到啊 在一月份 运势相对转好的 这个基本星座族群 包括了牡羊座 巨蟹座 天寿座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那么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呢 就是要加强好运 因为有一个新的开始 牡羊座在这个月 事业率是不错的 所以可以到一些 比较有历史的啊 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型机构 或是政府银行 这些机构的环境 去感受到那个氛围 会帮助你的野心呢 还有计划呢 更为坚强 同时呢 那么牡羊座朋友这个月 很容易会太忙呢 有感冒喉咙痛的现象 会建议要保护喉咙 同时可以用红色 或者是绿色咖啡色的 这个围巾啊 来做一个开运的动作了哦 那么巨蟹座朋友呢 这个月有很好的 人际关系的运势 那么我们就很适合 自己带朋友带家人 可以到一些好山好水 有美丽花草树的地方 例如公园 花园等等等 那这些座的开运重点呢 绝对是在上半身 所以你可以选择 背心或者披风哦 特别是像白色啊 银色啊 宝蓝色的这个色系啊 都是一个不错的开运选择哦 再来看到天秤座 天秤座啊这个月 虽然是宅男宅女的一个倾向 但是呢 家庭运特别好 很适合在所住的环境 或者城市里走来走去哦 这个圈圈门子 那么在家庭环境里面啊 我会建议你 这个时候是 重新布置家里环境 打造好风水的时候啊 例如呢 你也可以买一些 不错的家庭的小屋啊 或者是更换这个棉被啊 床单啊枕头套啊 都是很棒的 都有开运的效果 当然你的穿搭上 你就把重点放在胸部 比方说 带一点项链 丝巾 像蓝色系 或是绿色系 蛮适合你的 最后是摩羯座 摩羯座呢 这个月有很棒的 事业跟桃花浴 简直是改头换面啊 所以你的重点就是面部咯 那么像彩妆啦 耳环啦 眼镜啦 髮夹 髮衣 帽子 都很适合你 另外呢能够让你有愉快心情 甚至呢 改变造型的地方呢 也是开运的地方 比方说髮廊啦 或者是去购买衣服的专柜 柜柜化妆品专柜啦 或者是有美美的 这个花草 树木的花店 以及这个艺术馆 都是很适合你去的地方哦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 最后一个族群 叫变动星座 相较之下 这个族群的运势呢 比较平顺 不过呢 因为一月下旬以后 水星逆行的关系 这个族群比较容易分杂出错 所以怎么办呢 我要抓一个重点 抓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族群 在一月份很重要的开运关键 比方说双子座 你非常喜欢的一些混搭杂配的东西哦 但是这个月记得 在整个穿搭上面来讲 我会建议你啊 选择一个重点 比方说你已经是双色多色混搭咯 那么材质就要一致 或者是你有一样的颜色 稍微可以用一些 不一样的材质的衣服来做开运 通常呢 人多可以交换讯息的地方 就是你的好运地 网路以外 包括了可能聚会啦 或者是图书馆啦 书店啦都是不错的选择 处女座这个月工作虽然忙 可是娱乐运动运特别好 小孩运也好 所以别忘了这个月 就很适合去健身房 或者是生理游乐园 游乐园的地方 去走一走开运 那么在穿搭上面呢 我会建议你把重点放在 背部跟上半身 因为背脊的线条啊 刚好也是你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锻炼的部分 它会让你有一个更好的心情 更好运哦 那么势手座呢 这个月是财运为主了 所以呢 这正是一个换钱包 或者是你要买一个存钱筒 放在家里办公室的好时机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些肩背包 手拿包 可以放手机啊 皮包的这个包包类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开运重点 另外呢 紫色蓝色非常适合你 最后来到双鱼座 啊双鱼座这朋友呢 这个月有很棒的人际关系运势 很适合参加聚会或者是开会讨论 这个时候呢 你的重点应该是在西部以下 比方说靴子啊 袜子 鞋子等等 都可以帮助你在走动之余呢 有一种走好运的新气势咯 那么讲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月份的开运提案建议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